嗨,大家好,我是修厨娘 现在正式吃桃子的季节 新鲜的水蜜桃香甜多汁才2块钱一斤 特别便宜 今天就用它做一道消暑美食 将买回家的桃子装入盆中 加入适量清水,少加一点盐 搅拌一下使盐融化 用淡盐水将桃子清洗一下 这样可以更容易的将桃子表面的绒毛清洗掉 桃子清洗干净后 用去皮器将桃子的外皮去掉 桃皮不要丢掉,单独留出来备用 将去皮后的桃子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锅内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加入一把冰糖 冰糖的多少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 将桃皮放入锅中,搅动一下 大火煮开 大概煮10分钟,将桃子皮煮至软烂 桃皮上的颜色都浸入水中后 将桃皮捞出丢掉 放入桃子块,搅动一下,使其受热均匀 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炖20分钟 打开锅盖,用一根筷子戳一下桃子 如果筷子可以轻松地戳进去 桃子就煮好了 关火,放两备用 取一个无水无油的带盖玻璃瓶 将桃子装入瓶中 将汤汁也都倒进去 盖上盖子,密封起来 放在冰箱保鲜内储存 放一到两个月都不会坏 随吃随取,特别方便 三福天吃一口冰镇的桃子罐头 比吃冰激凌还结束 看看妈妈做什么好吃的呀 小口摇 妈妈给你弄小一点点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别跳 来来来,好了 来来来 好吃吗 好吃,这是什么呀 吃出来了吗 对,这是水蜜桃罐头 大汽车 好不好吃啊 您没有说谢谢妈妈呢 不客气 西瓜,桃子又忧郁怎么说来的 什么 皮皮 皮皮啊 来 哈哈 哎 哎 调不调 调 好喝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拜拜 看着叔叔阿姨们说拜拜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真棒 真棒 看着你